其實這個感覺非常好 阿老哈 阿老哈 沒有人 三哥 三哥 耶 你今天睡了很多時間 很長的時間耶 你有想 漢典你有想去哪裡度蜜月嗎 我覺得應該是夏威夷是不錯 真的嗎 真的 因為那個 為什麼 感覺大家都很熱情 很熱鬧的感覺 OK 很漂亮 所以你是一個會浪漫安排那個嗎 一些驚喜的人 好像也還好 因為很多男生現在可能就是上網啊什麼就說 這個是 這個是到夏威夷 Polinesian Cultural Center 對 Polinesian Cultural Center 那這個是夏威夷這個標誌 夏威夷有點蝦搞蝦搞 它的意思就是很悠閒的過人 很輕鬆悠閒的過人 因為夏威夷就是得天獨厚 夏威夷的好處就是它的海邊完全沒有台灣的海的味道 因為夏威夷是禁止捕魚的 所以它沒有魚腥味 非常好的環境 所以這很棒你還是覺得夏威夷是最好的赴蜜月的地方 非常適合 澳洲太遠 而且夏威夷的空氣 天氣很適合台灣人 對 因為它不冷也不熱 對 那你在歐洲的話太乾人 台灣人去的話 我們中國人去會很怕癢 對 會癢 會整個抓到很嚴重 會影響到你的情緒 對 那王婉妃你們蜜月之旅的最浪漫的時刻是什麼 最浪漫啊 其實我們就在夏威夷的時候 真的還滿浪漫的 然後就是我們有 就是一個下午 就我們特意請導遊 不要再幫我們排任何事情 我們就想要待在飯店跟海邊這樣 然後我們就特地選到那個夕陽的時候啊 然後我們就要去那個海邊 然後我們想說在夕陽要落到海水那一刹那接吻 然後我們想說哇 這樣很浪漫 結果我們就去那邊 是有講好說 夕陽落到海平線就要接吻嗎 這就是我們的計畫 然後我們就去那裡等... 就是夕陽要落下那一刹那 我們就接吻了 接吻一...那一刹那接吻完之後 一回頭一看 結果我們又想到不是只有我們 這其實很老套耶 對 很老套 是有人在辦比賽的感覺對不對 是全部整個沙灘的人 都在那一刹那接吻 因為婦女或是夫妻很喜歡不放過夕陽耶 就是一定要在那邊糾纏 夕陽說要在夕陽下怎樣什麼的 對...最美的畫面 有耶有 最美的畫面是 老夫老妻七手走 這樣夕陽 你這個傢伙 放過人家一馬 對 以前我老公第一次帶我去美國 他也說你一定要看什麼 我說希望可以在那個哪裡看到夕陽 然後他也是專程帶我去那邊 然後就一起牽著聲 然後這樣看著夕陽 然後一邊看一邊想說 人就黑掉了 就黑掉了 然後就發現也還好 好 妳們在當中不會吵 沒有 我在蜜月過程中沒有吵架 完全沒有睡眠嗎 都不會比婚前還要睡睡眠 因為那時候真的太放鬆了 妳習慣了 對 我已經習慣了一方面 然後再一方面是 我們在那個度蜜月之前 能把該吵的全部都吵完了 在結婚的過程中全部都吵完了 所以度蜜月晚真的有覺得更愛對方 有 我們真的想說 哇 沒有想到 我們都不會吵架 好開心喔 然後 本來有擔心會吵架 對啊 千年之後已經再說這句話 可是有克制嗎 比方說 不用等七年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吵了 有沒有那種時刻就是說 想要吵 可是想說啊 不要 這樣壓下來 沒有 完全沒有發生要吵架的欲望 蜜月不吵架表示是通過考驗對不對 你不會啊 我會有很多時間可以吵欸 對啊 就是蜜月 蜜月不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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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月只是一個想吵架 天天都可以吵架 對啊 隨時都會吵 咪他們可以看到不順眼啊 要吵都可以吵啊 其實夫妻吵架是一種磨合的方式之一 對 偶爾吵吵吵架非常好 那蜜月中都是男生付錢對不對 每頓飯什麼都是男生付吧 其實結婚之後夫妻是共同插場 對啊 你們會分 特別分說男生的錢 可是像我都會刻意跟我老公講說 那這一創我請好了 真的喔 對啊 可是你請不是也是她的錢 她的業績也有錢 妳有賺錢嗎 就是我覺得女生 偶爾要講一些這種話 就是...就是好像 你有想要盡力的感覺 對 有些也會講 她每次都說我請 然後她刷卡 每次都這樣子 這次我請客啦 因為那個卡是付卡 是她的名字 可是那個帳單還是寄給... 陸生我的名字的帳單 然後付錢還是我付 我是很喜歡有一招 是我老公我們去逛街 她就說 這兩套禮服我送你 我就說 不要 我買東西我一定要自己出錢 你別人送我的話 我會覺得有點過意不去 我就不敢買了 我說一定要讓我自己付 對 然後刷卡之後 她就... 妳來給我拿 她就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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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至少讓她感覺到你好像很... 有誠意 對 可是你這張只能用兩次啊 你今天應該很高興 就是你選到歐洲 是大家都很嚮往的地方 真的 對 非常非常高興 所以你應該沒有遺憾嗎 就是命月就是去歐洲 對 沒有 我們...其實我們一直留到歐洲 就是要為了度命 除了你的照片少一點之外 任馬你們結婚這麼多年 還會把命月的照片拿出來看嗎 當然會 真的 什麼時候會做這種事 我經常會想以前的 當初這個 日日寫日記的那個時代 不... 以前的 這就... 有味道 剛剛日寫日記又是 依據那個... 是一個比喻對不對 二十三十寫日記嘛 三十四寫週記 四十五十初一十五 五十六十逢年過節 七十看八十探 九十而過活 所以我現在是 所以我們應該要提早面 過去 她真的很喜歡講多大對喔 真的 要珍惜現在的時光 珍惜現在的時光 這個台灣教室會館 這是她第二套衣服 對... 一天一套衣服 所以其實老不老心的生活 就是在易當年對不對 沒錯 任爸爸你會... 你會擺當初的那種 歌星的姿勢耶 我覺得那個時代就是這樣子嘛 你是照群星會的人穿的嗎 好像是耶 我太太可能照這個方式去配置 對 他幫我去準備這個衣服 OK 還滿有心的啊 你看我太太那個時候是A Cup 現在是已經 可以被信燒到... 燒到D Cup了 這事情不是講過 你到底想證明什麼 如果提醒... 跟他提醒 是有機會改變 如果要我50公斤有D Cup 我也不要 你面熟... 對 不過 任爸爸做了很好的示範 就是說到... 到了這麼多年之後 所以你打算一直努力下去嘛 夫妻相... 人生就像一場夢 因為有緣才相聚啊 夫妻相處是不同 我們要珍惜這個緣分 這跟壽星沒有關係啊 他想要扭轉一下前面的形象 做一個完美的NH 沒錯... 好 希望大家婚姻快樂喔 謝謝... 謝謝... 謝謝...